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我相信每一位聽眾或每一位人士 在他一生之中一定會經歷喜怒哀樂的情緒上 開心起可能會很快便永遠留在這裏 但也會有些人經歷悲傷傷痛的事情 通常我們一般都是這樣 時間可以經歷的 過了去或過了一段時間 找人聊天便可能沒事了 但有時候有些情況之下 這個悲傷的情緒 一直都維持著在病人 或者那個人的心裏 其實都解不開 而引起到很多時候可能對他的人生觀 或者對於他做事 甚至乎對健康也有些影響 這些不是說是 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會有這些經驗 我們知道同類療法 不是單是去醫一些實體上 一些處理的問題 而在這些情緒上 或者好像這些悲傷的經驗裡面 其實同類療法很快便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了 每個人都會有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以年輕人來說 年輕男女通常因為失戀了 失戀這些會出現的問題 但也有時候 我處理過有些是因為某一種情緒被人紮罵了 他就發現他非常之不開心 直至到他簡直就厭食 情緒低落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遇到這些情況 其實同類療法是有很多好的療劑的 可以幫助你 在你的人生這種喘忌釋放出來的 當然了 我覺得一般都是 當你不開心 失戀或者沒有工作 或者對某件事發生 令到他絕對失望 那你就會產生了 我們叫悲傷 這種情況 當然了 你會哭 有些是哭得小聲 有些是很大聲 有些是耗叫的 有些是嘆氣 有些是嚴重一點 躲在家裡不出街 不見人 甚至乎是情緒低落的 就是這樣 通常這些情況 都是那些人 就是那些情緒 就是控制了他的理性分析 就是他解不開這個結 ok 所以呢 當然有些人 當然有些人 都會過得過的 但也有些人 都需要很長時間才過的 嗯 這個是不需要的 我們都可以 用一個好的療劑去處理 當然了 有些嚴重的 是有自殺的 所以這個 因為悲傷 是一個可大可少 你經常都聽到 有些人自殺 是不是因為失戀自殺 或者甚至乎 小學生 給老師 成績不好 給老師都跑去自殺 是的 所以 可大可少 所以 我們都要 最好就是學識 是 如何用我們的療劑去解救 這種情況 當然 你遇到這些症狀 都要留意一下 那個人的神情是怎樣 還有 他的行為方面 有沒有特別的改變 ok 好了 我首先 就介紹 今天這幾個療劑 不是很多 但很好用 我給我一些 過去經驗的例子 是 第一隻 就是 Ignatia Ignatia 是 呂宋果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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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atia's Bean 聖Ignatia's Bean 這個 話說 是 菲律賓 一個天主教神父 是 在無意之中 發現了 這個療劑 這個神父 都是從事 研究 和療法 聖Ignatia's Bean 就是這樣 我們第一件事 會想到 如果 他的症狀 是發生了 是剛剛發生的 他是一個 在急度的悲傷狀態 而且 他是不斷地 哭泣 即是 長遮轉嘆 甚至乎 出現 歇斯底里 怪的行為 這個 你就給了幾劑 Ignatia 給他 我記得 有一次 遇到一個 小朋友 他就 因為 他遇到一件事 令到他不開心 而 於是他 情緒低落 甚至 是 厭食 OK 他爸爸 都是一個 醫生 成家人 結果 來香港 就帶了他 來看我 我發現 原來 他的情況 已經出現了 幾年 是怎樣出現的 是怎樣出現呢 原來這位 釣女 因為 她 在學 巴黎姆的時候 被那個 老師 說了一句聲音 為什麼 貓黎姆 為什麼你這麼肥 呢 就是你 做一條蛙來 沒有身形 要保持 不可以肥胖 那 這個女生 因為這句 雜麻的語氣 導致他整個人 情緒低落 變成厭食 什麼都治不到 結果 我就用了 Ignatia 給他 給了一劑 好像我給了很高 很高的 能力 在香港 很快就好 你看看 這個療劑 已經出現了 整個性 所以 有時候 如果問題 女宋 芒 那個心境 就是這樣 她在遇到 這個情況 失戀之後 她心裡 就好像有很多矛盾 她應該這樣做 或者不應該這樣做 好不好 不要再採她 或者要採回她 其實很多矛盾 內心的掙扎 很強烈 這就是 女宋 女宋果的 主要的證認 好了 第二個療劑 就是 炎型 Nature Muriaticum 這個療劑 通常適合一些人 因為受了情緒的打擊 不開心 令到她 自己內心 內心 內心 通常這些人 不喜歡 被人知道 她不開心 她不會在別人面前 素苦 比較少 別人問她 她都說 沒事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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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種型的人 很多時候 喜歡吃鹽不鹹的東西 我有一個案例 是很有趣的 發生在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鋼琴家 演奏家 但她跟她媽媽的關係很親 她媽媽經常陪著她 看著她 帶她上台表演 做很多事情 這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後來 這個媽媽 就過世 這個女生 因為喪母之苦 她就變得被避免了 她藏在家裡 不想見人 不想做什麼 完全沒有興趣 對所有事情都沒有興趣 結果 有人 她見到一個同一個療法醫生 拿了她的資料 給了這個療劑 Nature Muriaticum 很多時候 是跟媽媽的關係很親密 她被避免之後 這個女生立刻開放了 立刻做回她的談琴 接著就認識了男朋友 最後結婚了 很開心的 就靠這個療劑 幫她釋放了 有這個情意結釋放了出來的 好了 另外一個療劑 是適合一些人 因為這些情緒的打擊 悲哀 是導致個人 就是沒有了 沒有了精力 沒有了體力 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沒有了活力 沒有了動力 這個療劑是 phosphoric acid 酸 是淪酸 淪酸 淪酸是適合這些人 因為情緒的打擊 導致她 情緒的打擊 癱呆 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或者聽到一些壞消息 身體會作出這樣的反應 OK 所以 這些是一個很好的幾種療劑 通常 在一個急性的症狀之下 可以這樣說是很快的 可能幾個小時之內 已經改了 是 如果急性的效果愈快 好 如果一般來說 沒有療劑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 因為剛才說過 悲傷 情緒低落的時候 可以去到一個自殺的情況 很嚴重 但我們可能未找到適合療劑 或者沒有療劑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可能去找一些朋友 找一些家人 有些當然 也有時候去找那些 輔導的專家 或是尋求靈性方面的 Counseling 這個很多都會有的 所以 不要困在自己身上 自己走出去 多點尋求這類的傾訴 還有 不要一個人獨處太多 有時候一個人在這裏 想不想不想 如果你需要哭 就放出來 讓他自己自然地流露 不要忍著忍著 還有 對過去發生的事 不需要感覺到 不要經常記住他 也不要有一種內疚 或者好像很後悔 過了去就過去 最好就盡量不會想 亦都做些事情 令到你不要掛念想 做很多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會分心 有時候有發現 很好 在這些情況之下 你找去幫助別人 很多時候 這個世界是很公道的 當你去付出幫助別人的時候 往往你自己都感覺到很開心 那 也有些人就會用背高花藥 或者所謂救急藥 即緊急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療劑 相信這幾個療劑 都是很多 很容易找得到 很容易買得到 麻煩醫生 然後再把這三個療劑 再詳細一點 仔細一點 告訴我們 分別 所以很快就可以選擇適合 第一時間用 即急性發生的悲傷 就是那個女宋果 Ignatia Ignatia's Bean 這是第一個療劑 第一件事用 通常的症狀都是 你會看到 他人是不受控制 哭泣 沒有了胃口 他人是很極度的憂愁 亦都發現 他的症狀 很多時候 我們叫做有歧斯底里 而且那個情緒 就會波動得很小 很厲害 不斷地來嘆聲 嘆氣 那這些人 通常平時都是 比較上 情緒是比較 蠻緊的 我叫做high strung的人 很容易受到這些情緒 觸發他很大的反應 有時候他也覺得 他在哭泣的時候 他發現你的身體好像麻痹 或者有些抽筋的地方 這些通常都是 當你的情緒波動得很厲害 你就會 我叫做hyperventil 就是深呼吸得很厲害 導致人手指有些麻痹的感覺 也有時候會發現 這些人覺得 那個情緒頂住 在喉嚨裡 好像有東西頂住 或者感覺是 胸口有些壓力 通常你會發現 他就會嘆氣 因為他要深呼吸才舒服些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會在喉嚨嘆氣 而且這些人 要不就很喜歡吃水果 或者很不喜歡吃 這是鋁送果的主要 第二種療劑就是 鹽形 Nature Muriaticum 鹽的人通常 當他不開心的時候 就不會表現出來 是藏在這裡 就是拒絕所有社交活動 平時那些東西 可以說他會包著自己 圍著一個圍牆 目的就是不想再受到情緒的傷害 這些人就是 平時情緒是很敏感的 不可以被人襲罵、罵他 還有嚴育的人 都比較喜歡音樂 音樂影響得到他 通常他們會覺得 唉,我受過這次情緒打擊 我以後都不會再進入 另外一個愛情的關係 因為很怕會出現這個問題 還有很多時候 他就會經常想起 即是舊時的事情 他經常忘記不了 亦都放棄不了 亦都不可以原諒 那嚴育的人當然喜歡吃咸 喜歡吃麵包類 和檸檬的 那這種是一個 嚴育的人的 基本的症狀 好了 那最後一種 就是那個 淪酸 Fosphoric acid 淪酸的人通常 因為情緒打擊之後 整個人就是坦了 exhaust了 還有那個情緒 即是呆目了 即是無表情 還有情緒 情緒好像淡了 即是這種反應 他亦都是喜歡吃很多 一些輪型的人 是喜歡喝很多汽水 那類的 情緒低落 還有他人很累 好像消耗了 沒有了 沒有了力了 還有有時候 就是會吐舍 吐舍得來 即是又不痛 那種吐舍 因為情緒的關係 導致的 好了 這樣大家聽過了 袁醫生解釋了三種療劑 都說過了 人的一生之中 一定多多少少都會經歷過情緒的變化 當然 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是 性格上的問題 可能談兩句 或者過一會兒想到另一回事 或者好像剛才說的 就是找其他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興趣 去代替了 將這個憂鬱的 或者悲傷的情緒 慢慢淡化去 那就可以過了 但是如果有時候 見到一些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 有些情況都感受到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一下 剛才那幾種療劑 就可以把這個不好的經驗 或者這個情緒 這個悲傷的時間 更加快去完結了 去開展另外一個 新的健康一點的生活 那些事情 那所以 大家也可以 這些療劑 就可以常備在家裡 那我們也會有些套裝 那可以方便大家 可以隨時 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立刻來用 就是永遠 尤其是情緒病 那方面 一定要及早醫治 不要去到 拖到 越深化了的時候 到時那個結更加難解 解不到的時候 就更加會出現了 另外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出現 好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阿元醫生 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一些急切線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元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一些療劑 或者是其他健康產品的 可以聯絡我們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元醫生 在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於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謝謝阿元醫生 拜拜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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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